送给他 对啊 送给他 好啊 向华强的妻子向太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她作为向左的妈妈 郭碧婷的婆婆 身在著名鼎鼎的向华强家族 在娱乐圈名声还算是挺大的 自从郭碧婷加入他们家后 向太甚至把她当成自己亲身闺女一样对待 众所周知 向左和郭碧婷是从他们相识相恋 再到结婚生子 这一系列操作都是在网友们的眼皮子底下完成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对如此公开自己私生活的明星夫妻 全网共同见证他们美好的爱情 他们之间竟然是因为一档亲子类节目结缘 在最美的时光里 有郭碧婷和爸爸 以及向左和妈妈一同参加 没想到节目还开始没多久 向左的妈妈向太就看上了郭碧婷 暗暗认定她就是他们相家的儿媳妇 而且在节目上她也是丝毫不避讳地表示 自己觉得郭碧婷很适合当她家的儿媳妇 活生生把节目改成相亲大会呀 她非常喜欢郭碧婷的乖巧董事和纯洁 长得也是非常漂亮 向太那时候肯定也在想 如果真的成了我家媳妇 那将来后代的基因肯定非常好吧 所以作为在节目上向太总是大胆撮合他们俩 给他俩制造很多相处的时机 努力给他们营造气氛 而对于向太的积极表现 郭碧婷也是很尊重她 和向太相处也是非常融洽 向太对她的满意程度可以说是200%了 经常大肆赞扬她 确实这样漂亮大方的乖乖女谁不爱呢 很快两个人结了婚 但是当时他们俩并没有领证 这件事就曾被网友们抨击 好在他们共同熬过来了 而且现在也是非常幸福 在去年郭碧婷就顺利生下一女起名为小奶黄 作为向家第三代的长孙女 向华强和向太表示非常欣喜 甚至不远外里从香港来到台湾居住 在距离小奶黄出生100天时 向家为她办了盛大的百日宴 向家人盛装出席 这也是郭碧婷产后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公众场合 据悉小奶黄百岁宴那天 为了方便顺便把郭碧婷的生日和向太的生日一起办了 所以这场晚会就显得更加隆重了 郭碧婷穿得漂漂亮亮的 向太抱着孩子 一家尽显甜蜜 因为是豪门家庭 自然也是舍得花大钱 向华强夫妇直接在台北信义区买下了 六亿台币的豪宅说要送给儿媳妇郭碧婷 因为知道郭碧婷喜欢养花花草草 还会特别为郭爸爸准备了一间让他能打游戏的 郭爸爸打去 时得说我不赔嫁的呀 可见他们两家人相处十分融洽了 向太还直接问了向华强 打算给孙女分配多少财产 向华强自然是很大气的回答 孙女要多少有多少 哪能亏待的小宝贝 没想到向华强大手一挥 让向左笑的合不拢嘴 事实证明向华强夫妇是很疼爱孙女的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